加1嘛 那加1的話就會變成說變成是1到42.9999 那因為後面還有.9999 我要怎麼樣 把它去掉的話 那最簡單的方式是用什麼 用強制轉型 強制把它怎麼樣呢 轉成整數 整數之後後面.9999就卡掉了 所以以後的話呢 如果你要產生一個 什麼樣的變數的話 反正你就記得前面一定是 0到多少 他0到0.99 然後乘上這個數字 加1 再把他的小數點去掉 這個方法 那或者其他我想這個 當然沒有標準答案 你們可以再思考一下 那你要了解一下 這個random的變數 那裡面的話 基本上就有說明 他會是 equals to 0.0 有沒有 and less than 1.0 這邊都有答案了 所以基本上 很多方法 其實你游標放上去 然後呢 Eclipse裡面都會自動連到那個 Java的Duck的網站上面 會幫你跳出說明 不過呢 都是英文版的 他沒有中文的說明 如果你要有中文說明的話 好像網路上有一個翻譯的 不過翻譯不是很好 就是了 不過有的有的狀況是 如果你電腦沒辦法連線的話 這個Duck也不會出現 這個是官方版的Duck OK 好那這邊的話 我們就是產生這個之類 然後輸出結果的話 特別注意就是說 我輸出到底下 所以第幾個號碼 那因為最後一個號碼是特別號 所以我判斷是一幅 小瓜糊裡面 i小於6 當i小於6的話 表示是什麼呢 第幾個號碼 那當i如果是 如果是等於6的時候 else對不對 他就是特別號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是判斷什麼 判斷他是不是特別號 的輸出方式 然後再來的話 這個部分的話 是判斷什麼 他是不是 小於10 小於10就各位數字 如果各位數字的話呢 最簡單的方法 就補一個0就好了 那當然方法 還不只是這樣 這個 那個如果我是要判斷 各位數字方法 這個是算比較偷懶的啦 還有別的方法 OK 所以基本上的話呢 我們這邊已經做完了幾個部分 這個應該都看得懂嗎 就是一幅判斷 然後呢 sysm.out 輸出 第幾個號碼 到 i 加 第幾個 因為是0開始 所以把他加1 然後是特別號 再來的話 後面的號碼 冒號 加上那個號碼 OK 所以這裡的話呢 我們就本身就有 冒號的 輸出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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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來看一下